我再講一個這個數據 就是說外資的期貨流倉部位 上個星期五的時候 台股大跌 台積電在跟黑K 就是在上個星期五的時候 跌下來破月線 結果那一天外資回補期貨 期止空單接近1萬塊 那這表示什麼 表示外資應該是這個禮拜 要回補台積電拉指數 要不然他如果這個禮拜 要繼續賣台積電 這個壓指數的話 他就不會去回補 那期貨空單就不用回補 期貨空單就已經打暗號了 所以期貨的這個部位 外資的期貨部位你要去觀察 因為台積電現在漲跌跟大盤 可以說是連動性是最高的 所以今天昨天台積電漲 外資加空2000多口 今天再漲 外資小幅回補空單不到1000口 換句話說 其實外資在台積電上漲的過程裡面 他並沒有大幅繼續的回補空單 空單還是維持住在那個地方 表示什麼 外資其實後面應該這幾天 短線上來講的話 應該不會再去大幅回補 不會有太大動作了 對 他如果要繼續大買台積電的話 他幹嘛留那麼多空單 在那個地方 那就繼續回補 就像上個星期五一樣 一口氣就會補萬張 如果上個禮拜這種情形 再度發生表示外資要買台積電 那可能就會衝上去 但目前來看的話 沒有這樣的技巧 封關前對台積電也不要太衝動 我認為比較有可能 就像我上個禮拜講的 就是他破月線之後 可能在這個地方來回震盪 因為在三天就要封關了 其實在三天就要封關的情況下 誰會冒這個險 在這個地方大碗台積電 這個時候去拚錢高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你拉上來的時候 前面有人要解套 不行 要報股過年 我過完年之後再來買就好了 好 了解 這是台積電操作非常清楚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再來是鴻海的操作了 因為今天鴻海也是撐大盤 大漲300多點的中流砥柱 鴻海最近真的是力多消息不斷 就算是禮拜天 鴻海都有新聞都有消息 就是因為現在郭台銘跟劉陽偉 卯足了進要來拼電動車 自駕車的大聯盟 短短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鴻海的MIH大聯盟 已經有500多個成員了 下三月份的時候 他們會首次召開一個合作夥伴會議 但是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真的接到訂單 因為接到訂單獲利才可以成長 那還沒有接到訂單 股價就先漲 到底可不可以先來卡位 因為今天這幾家公司 通通都是傳出 他們要加入鴻海的MIH聯盟 包含了東元 包含了美奇馬跟康普 做這個車用電池的 東元則是開發車用的電力系統 動力系統跟電機電控 另外連中鋼 傳產龍頭中鋼也來了 因為中鋼可以做馬達電磁鋼片 還有底盤相關的鋼材 好這個聯盟招兵買馬人是越來越多了 鴻海的股價有沒有機會突破這一波的前高 125塊的價位 外資今天也有買今天買了7000多張 連續兩天站在買方 投信也是我們剛剛講的 一張不賣 不離不棄 持續在買超 而榮旭哥問鴻海的股價之前 有兩個問題 鴻海要拼電動車 有兩大挑戰 今天有兩個消息 都是對他比較不利的 一個消息是傳出 美國的特斯拉 打算要併購比亞迪嗎 傳出特斯拉要用現金股權各辦的方式 取得比亞迪兩成的股權 比亞迪現在是全世界第三大的電動車製造商 如果強強結盟的話 對鴻海是不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比亞迪今天的股價就硬升大漲了 但是隨後比亞迪又出來澄清說 這是一個假消息 真的是假消息 我們還要再觀察 另外一個利空是天風證券的郭明奇 今天中午突然拋出了這份報告 這個報告裡面的標題就直接說 不要再現在買Apple Car電動車概念股 他說市場對於鴻海能搶到蘋果電動車的訂單 太樂觀了 他說蘋果會跟現代汽車通用汽車 還有歐洲的保濕雪鐵龍合作 底盤會採用現代汽車的平台 而不是鴻海的MIH平台 那最近長很兇洪家軍裡面的洪准 郭明奇直接說他欠缺電動車機殼設計跟生產的經驗 其他也跟著長的廣宇以盛容炭正達 郭明奇通通都說暫時沒有訂單可言 唯一能見度比較高的就是在台灣沒有掛牌的紅藤精密 其他還有半導體跟光學零組件 你看郭明奇這當頭潑了一盆冷水 這對鴻海的骨架而言會是一個當頭棒喝嗎 我上個禮拜其實講過鴻海為什麼法人 外資跟頭信一直在買 原因就是在於說鴻海過去 他組裝他的毛利率比較低 現在切入電動車 電動車的本益比本來就比較高 所以在這個地方法人會持續的買進 但是這種股票畢竟太大支 所以現在市場上在尋找這個鴻海的 在尋找鴻海裡面的MIH聯盟的個股 沒有錯 因為這種股票它的基期相對比較低 而且股本小 所以我們要特別留意 類似這樣的一個股票 那很多人說這個鴻海他接不到 這個Apple Card的一個訂單 其實這個我認為還言之過早 而且鴻海他也沒有說他一定只做 這個Apple Card的一個生意 當然是有單來我就接 對啊他也可以做大陸一些 這個車廠的一個生意 他最近也跟這個中國大陸的車廠合作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因為已經要過年了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這一些你不要只看他的一個題材來去追逐股票 你要做電動車的話 你要有所本 什麼叫有所本 就是要有營收要有EPS 尤其現在的時間已經要公佈元月份的營收 所以業績來講的話是相當重要 所以我們來看幾檔比較隱藏版的 好舉幾個例子 隱藏版的電動車概念 對隱藏版電動車概念的股票 而且是跟洪家軍有關的第一檔就凱美 你看凱美的一個股價 凱美不是國劇集團 國劇集團但是它是跟國劇集團3加1 3加3的這個合作就是凱美跟這個 跟這個鴻海 所以鴻海未來鋁電融的一個供應 首要的一個這個供應商就是凱美 所以你看兩大集團在合作 而且鋁電融這種東西大量運用在電動車上面 所以你看這股價的走勢 它是一個走長波的一個多頭 但是這種股票 老實這個地方長成這個樣子怎麼買 所以我們來看另外一檔 也是這個鴻海電動車大聯盟的台辦 那台辦大家就認識了 台辦是做二級體 二級體是大量運用在車子上面 更何況台辦它的一個供應的一個對象 是包含特斯拉 所以它本身就是已經是特斯拉的 一個供應鏈的情況之下 那麼它的一個股價這一波又有經過修正 法人前面賣 但是今天開始全部都轉買了 外資以及投資金都買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股票 我認為網上的一個空間就相對比較大 那再來的話 我們要講蘋果電動車相關的股票 就要講什麼 講這個車用的一個這個鏡頭 車用鏡頭第一檔就是加鈴 剛才郭明奇有講到光學零組件是能見度比較高的 所以你看今天加鈴的股價就攻上漲停 但是加鈴的股價前面已經有大漲了一波 所以我們再來看另外一檔股票也是我上個禮拜 節目因為時間的關係 最後才講的就是這個4915的自身 那自身的股價你看這一波的走勢非常強 大盤指數往下跌 它是不但沒有跌而且還往上創高 為什麼 因為自身它是特斯拉供應鏈 同時也是蘋果供應鏈 那供應什麼呢 它是供應特斯拉的這個鏡頭 車用的鏡頭 所以未來如果說蘋果要做電動車 會不會請讓這個自身來供應鏡頭 這可能性很高 而且本利比很低 今年預估EPS5到6塊 股價50幾塊 所以本利比10倍的情況之下 今天表現就領先大盤創新高了